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海沿船 只不过在我们自己的水平 命令台湾的海沿船 你给我钓 钓掌回头 这个是日本的经济水域 它绝对不会允许你跨越 纵然是重叠的经济水域 它也一贯是如此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台湾海沿船 新的海沿船海沿一号 出了台湾东北部水域以后 居然遭受到日本保安厅的船舰 全号是PL81 一路跟接 然后一路去赶 这无疑是日本打了一个耳光 无疑是蔡英文被日本打了 一个非常响亮的耳光 台湾的海沿船的出海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要说台湾海沿船 台湾的一般渔船也是一样 因为我过去 在钓岛风波越远越猎的时候 我曾经担任过三个月的渔工 那个时候我们担任渔工还要考 考证照 我曾经就在南方澳 南方澳的渔船上面工作过 然后顺着渔船 钓了 到了钓岛绕着一圈 那个时候日本的防范没有那么严密 但是它还是有两三艘船只 跟在我们的后面 它没有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动作 针对我们的船只 我们就是绕了一圈 我们回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没什么风波 而后我又到日本去访问 我就看到日本保安厅在西南诸岛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去看的话 你会下个一大条 他把所有台湾船只 跟中国大陆的编号的船只 我想是有编号的 没有编号的 它是无从查证 只要是有编号 他都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调查 这个调查做到什么地步 只要那里出港 只要那里出港将近池海里的时候 后面总有一艘船跟着你 因为我看上面那个跑马灯 海上保安厅上面那个跑马灯 就是看到了 就是说你哪一艘渔船出航 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你哪一艘出航 他们可以马上判断 你的航向是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它都有一个计分 所谓的计分就是 你们这些船只出现在 我海域的频率更高低 如果低的话 它或许它就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这艘船是有问题 已经闯过日本水域 大概两三次的话 它就会马上钉上 况且出航它就钉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也问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些人 我说 我说为什么这样对中国大陆 跟台湾的旅船 它说这是日本200海里的进去水域 上面都有规定 就是说它要知道这一艘船的特性 那是什么 那过去是木壳船 在木壳船的时代 它呢都是从直升机上面喷水 叫你自然而退 可是当你变成了一般的 所谓探先船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从海上喷水 然后喷的那是臭水 那个臭水啊 大概你三天三夜 你闻到都会恶心 就是说这种臭水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破坏你船上的电子仪器 逼得你过得不返航 如果你还硬冲的话 它就把你送到海上保安厅 就是石原岛那个地方 然后要你花钱赎船 这些都是日本人干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讲 民进党执政这快要将近八年 以来因为它采取的清日政策 它老是认为我们跟日本人友好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海沿船 只不过在我们自己的水域 我们自己的水域 它用非常强烈的方式 命令台湾的海沿船 你给我调转回头 这个是日本的经济水域 它绝对不会允许你跨越 纵然是重叠的经济水域 它也一贯是如此 这是我从前当渔工 的一个经验 那自从调导国有化政策以后 日本防范的更严重 但是日本对中国大陆 跟台湾的态度完全不严 日本绝对不敢这样子 对中国大陆的海警察 原因非常简单 它不想引起冲突 但是它对台湾 却不容忍 就是换句话说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台湾有问题的船只像海沿船 或者是其他的 像海巡署的船舶 你只要出航护航的话 它一定是两艘 其中一艘先阻挡 一艘随后支援 就是总而言之 它是千方百计不让你进入你的水域 就是台湾的船只就受这种待遇 那中国大陆它反而不敢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什么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那现在台湾的海沿船 这一艘是新的 因为我们旧的海沿船已经沉掉 它是新打造的一艘 它主要是探勘台湾东北部水域的 海底的水温资料 只不过一出港就被盯上 况且那还是台湾的水域 就是过去通常日本 它是这样子 因为它只要识别到 你的舰支船艇的编号 或者是渔船的编号 它知道是一个前科累累的船的话 它马上它就来 只要那你沉出海 它就来 它就盯 如果说这些船 你很少闯日本水域 它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进入到24海底的时候 它才会采取相关措施 那12海底它就冲撞 因为它那个认为 那个是它的领海基线 那现在回过头来说 当台湾的新海研究号 在进行地质水文探勘的时候 日本就派PL81 用强势的手段 逼着台湾回航 台湾还有海巡署的船舰 在旁边护航 日本都敢这样子干 你可以说安杰文兄是直接 打了蔡英文 一个响亮的耳光吗 就是换句话说 对付日本 只有一种方式 它要强硬 你要比它更强硬 它才会尊重你 否则 你一味的委屈求全的话 你的领海权力会丧失的更多